常喝小米粥到底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揭晓答案早知早受益 对于国人来说 很多人喜欢三餐的时候喝粥配咸菜 对于喝粥这件事 网上说法不一 有说喝粥营养不够伤身体的 也有说喝粥多了伤胃生血糖 粥似乎与不健康画上了等号 但哈佛却有研究表明 喝粥或许能降低死亡率 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跟注小爱一探究竟吧 一、哈佛研究发现 喝粥与死亡率间关系 中国日报网报道了哈佛大学 对十万人进行为期十四年的研究 发现每天摄入二十八克 全蛊物制成的杂粮粥 可以显著降低百分之五的死亡率 和百分之九的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 值得强调的是 该研究中提到的粥 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白粥 而是以杂粮为主的粗粮粥 通过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 那些经常食用麦片粥 糙米、玉米和藜麦等粗粮的志愿者 似乎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疾病 尤其是心脏疾病 这种杂粮粥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素 对心脏病、高血脂、肠癌等疾病都具有显著的帮助 相比之下 白粥的营养相对单一 近百分之九十的成分是水 其余主要成分是糊化的淀粉、碳水化合物 长期食用白粥容易导致营养摄入不足的问题 2013年江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出版的 《欢度百岁!江苏长寿老人风采》一书 详细统计了江苏地区2000多名百岁老人的饮食习惯 其中一项共性就是爱喝杂粮粥 调查表明 江苏的百岁老人在日常饮食中更偏好于喝粥 并非仅限于白米粥 而包括杂粮粥、菜粥、八宝粥等多种粥类 形成了轮换搭配的饮食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老人不仅热衷于喝粥 还对粥油又称米油 只浮于粥面上的浓稠液体充满兴趣 认为粥油是米汤的精华 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 二、多吃粗粮 小米粥是生血糖还是酱血糖 多吃粗粮这个建议 大家都听过 但大多数粗粮通常质地较硬 对于牙扣不好或身体虚弱的人来说 并不太友好 然而 小米却是粗粮中的细粮代表 因为它烹饪简便 口感煮熟后也容易咀嚼 然而 正如事物有两面性一样 不同的情况下 小米的优点也可能成为缺点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 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Gi为83 而小米饭的Gi为71 研究显示 小米饭不预先浸泡蒸20分钟的Gi值为64.4 浸泡20分钟 蒸40分钟的小米饭 Gi值为79 小米饼纯小米粉 Gi值76.2 小米煎饼 75%小米粉 25%小麦粉 Gi值83 小米馒头的Gi值为89.6 若提前浸泡20分钟 在煮成舟的小米Gi值更高 达到了93.6 可见 在选择小米作为主食时 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能对血糖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 在控制血糖的考虑下不建议过量摄入小黄米粥 更不能将粥作为唯一的早餐或晚餐 最好在喝粥前先摄入一些干的主食 而且要注意不要将粥熬得过烂 同餐时应搭配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材 如牛奶、大豆制品、杂豆和蔬菜等 为了更有益于血糖控制 主食最好放在餐饭的最后进食 此外 粗粮和细粮的比例最好控制在1比1或2比1 对于肠胃功能较好的人 可以考虑一半粗粮和一半细粮 甚至粗粮占比2 细粮占比1 相反 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 建议粗粮占比不超过30% 而细粮占比可占70% 这样的搭配能更好帮助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 3.每天喝碗小米粥 三个好处不请自来 俗话说 五谷杂粮 小米为王 中国营养学会会员 注册营养师薛庆心表示 每天一碗小米粥 除了能饱腹外 还可能收获三个好处 1.有助于控血压 小米中的钾和铭含量在主食中非常突出 这两种矿物质对于控制血压具有显著的帮助 特别是铭含量 每50克小米就能提供53.5毫克的铭 足以满足一般人群每天对铭的需求量 占比16% 2.增强抵抗力 小米在主食中的锡含量较高 锡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对于维持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至关重要 锡能通过上调白细胞借素到二受体的表达 激活淋巴细胞、NK细胞和淋巴因子 增加杀伤细胞的活性从而提高免疫功能 3.保护眼镜 小米橙黄色 富含泪胡萝卜素 对眼睛和皮肤健康十分有益 小米的颜色因品质而异 总体而言 颜色越黄的小米含有越丰富的泪胡萝卜素 口感也更为出色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尽管小米本身富含营养 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小米粥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 容易对胃黏膜和溃疡面产生刺激 这对于溃疡愈合和胃炎康复并不利 因此 胃酸分泌过多 尤其容易反酸的人 最好避免过量摄入小米粥 由于小米属于粗粮 其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可能加重消化不良患者的症状 因此 对于消化系统功能较差的人来说 要注意小米及其他粗粮的摄入量 以免加重不适 在选择食物时 应根据个体身体状况和健康需求 做出明智的饮食选择 我可以做出明智子 我可以做出明智子 我可以做出明智子